是要问这根针 敢不敢钻姑娘的鲜鲜玉纸啊 简秋的嘴最硬 必是她先来 放开我 你放开我 能让甄嬛都感到害怕的 惊奇摸摸到底是什么来头 甄嬛和怡修大战 怡修失败后 简秋自作主张的想要替皇后 毒死西贵妃 可是偏偏阴差阳错的 毒死了孟静贤 之后就被送去了慎行司 最后给她用刑的正是惊奇摸摸 等候招供的竟非担心 简秋和江府海不招 可甄嬛立马来了一句 惊奇摸摸比刑部的狼官还厉害 其实啊 这个惊奇是蛮语 也就是看妈 在宫里负责照看二哥和公主 负责皇子们的生活礼仪 在宫中的地位很高 摸摸是奶妈的意思 既然是从小伺候喂养皇子 工资又高 那自然是不怕权贵 清代从康熙朝末年的储位之争后 为了防止后宫的妃子们干政 凡是生下的皇子 都要交到儒母手中 而那批儒母呢 必须是奇极家世清白 没有污点 而且要求身体健康 容貌端庄 年龄在15至20岁期间 生完孩子满三个月之后 奶水充足 惊奇摸摸捕育的阿哥如果即位 那么他们的地位更是会骤身 而剧中的荣佩 只是一个年长的长世姑姑而已 和还珠格格中的皇后的奶妈 用针扎的容嬷嬷 根本不是同一人物 容嬷嬷嬷虽然心狠手辣 但是对皇后却是非常温柔 因为她也算皇后的半个妈妈 而容佩只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宫女 而且惊奇摸摸动手 都是经过皇上太后们的旨意 他们身份又高贵 所以他们只管动手就行了 无论什么方法 也要逼问出来 即使是用刑惩罚了太监宫女 也不会有人找他们算账 这种人来用刑最合适不过了 惊奇摸摸用几根针 就撬开了江福海的嘴 可是加掉索欣的一根腿 什么也没问出来 嘉妃想搞垮如意 于是搞了一出 诬陷安吉大师和如意的戏 此时的如意 没任何反击的办法 而扎龙这时候 直接让索欣进慎行 私进行拷问 于是尽忠带着一批人 就去了义昆宫 对索欣用刑的正是 惊奇摸摸 这群人可是后宫出了名的很 况且天不怕地不怕 有皇上罩着 对待犯人 就是只留一口气 能招供就行 索欣姑娘 您这腿 可比不了您的嘴 再使劲它就断了 我劝您一句 您还是招了吧 还嘴硬是吧 截止架 索欣被带走后 如意被禁足期间 身边都成了惊奇摸摸伺候 好在索欣中心 即使是面对很辣的惊奇摸摸 也没有去打成招 用自己的一条腿 换来了如意的清白 让如意清清白白 堂堂正正地走到了后卫 如意转这场简单的落水戏 居然差点要了演员的命 那个水脏到一个极致 所以我算疯了 连心落水这场戏是在晚上拍的 当时连心站在旁边直接跳下去 跳进去的一瞬间 周围的水立马都变成黑色了 黑泥咕嘟咕嘟往外冒 直接到了演员的腰那里 但是当时的剧情是连心受不了 王亲的折磨要自尽 所以光跳进水还不行 必须把头埋到水里 坚持五秒以上才行 虽然很是崩溃 但是还是很勇敢的钻进水里 接下来就是三宝跳进去救连心 刚进去直接跳进泥潭 两个演员拼命的坚持把这场戏演完 尽管是大晚上 可还是能看到两个人起来之后 整个池子的水都黑了 上了岸不停的用水冲嘴 只有简单的几秒的镜头 可作为小配角的他们也在努力把这部剧做到完美 除了这些大的整体完美呈现外 剧组对于礼仪细节的把控也是非常到位 就比如如意成为季后之后 他妈妈来宫里看望他如意行的礼 这种礼是满足的一个大礼 这个礼仪在清末也已经消失了 就是先蹲下来抱妈妈的腰 然后再贴妈妈的脸 叫做抱腰贴面大礼 对你的思念用一个礼仪就表现出来的 如果见面磕一头 没有身体的接触是不行的 清宫戏的礼仪是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相信这部戏 相信这个时空 相信演员塑造的这个角色 这部戏的礼仪设计也能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就是张小龙 也就是《甄嬛传》里的温太医 像那种大场面的跪拜 还有妃子侧风时作的一些动作 整齐划衣 婚丧嫁娶一些祭祀等等 大道鲁布遗仗 小道举手投足 都充满了仪式感 如意丰厚那场戏又经典又盛大 光是如意身上穿的那件巢服 那都不是单单用贵重来形容了 要穿的衣服很多 很重 巢服卡 巢服挂 巢服裙 所以如意丰厚当天好多人伺候着穿衣服 衣服上的珠子都是穿上去的 大概5000个珠子 两个宫人穿了两个星期 皇帝和皇后大婚典礼这个阵仗 算是最大规模还原了 这个时候扎龙是不会亲自迎接皇后的 还是由册封使手持结账 皇上马上舅舅 做册后的册封证使 是 你舅舅在 可以增添如意册后的荣光 当时就是由傅恒亲自迎送 走到宫门口 轮到太监接力 走到易坑宫 然后开始进行册封 整个册封仪式都很有规矩 装正 肃穆 每个演员的用心和幕后人员的指导 都能呈现出一部非常经典的轻功剧 严禧宫的种种摆设都暗示了海兰和如意的关系 根本不是姐妹情 严禧宫的有一个主题叫双生 咱们叫双生的就是 所有的物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要完生 这就是暗和了他们人物关系 就是希望他们是一个生死相依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里边做的设计的时候 就是刻意的做成一对一对的 严禧宫开口这一块整体的形状 被光打过来就是莲花 这种独特的开口设计 是专门为海兰和如意的感情设计的 故宫里根本不存在这种形状的行宫 自从偷红罗炭事件后 海兰就搬去严禧宫和如意同住 严禧宫墙上的话 也是并地连 也就是双生连 如意早期住的严禧宫稍微老旧 所以屋子里的整体色调 是灰青为主 面料都是用刻丝 一寸刻丝一寸金 这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丝织手工艺 知识先架好经线 再根据需要梭子 引着各色尾线断续的织出图画 织成后 当空肇事有如漏刻而成 这种装饰用上去 也能突出如意的雅致 与众不同 海兰对扎龙眉太深的感情 但是都用到了如意身上 而且本身因为凌云彻在冷宫中 帮助过如意和她 所以海兰也会把凌云彻当成朋友 不过两人还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吃醋的比较 因为红罗炭事件 如意对海兰出手相救 所以这条命是如意给海兰的 当时海兰是被喝醉酒的扎龙临幸的 扎龙根本没负责 在那个年代被毁了清白的海兰除了死 没有别的办法 是如意求来了位分 如意拯救了孔男的他 一直任人欺辱的他 所以后来海兰无论做什么 都只希望如意能开心 哪怕是如意后来进冷宫 海兰也坚守延喜宫 那些摆设都没动过 并且如意不在的三年里 他自己为姐姐成长了太多 哪怕两人到最后有了误会或者矛盾 可还都是打心底里的信任对方 如意的十三阿哥 被魏燕婉和田姥姥害死 还牵连了海兰 海兰直接被禁忠带到了慎行司 一个是自己死去的儿子 一个是跟着自己大半辈子的海兰 尽管陵云彻搜出来人证 如意内心是不愿意相信海兰会陷害自己的 魏夫人进宫后 如意开始了开会调查 很快 几个人联合把魏夫人和幕后黑手 魏燕婉搞了出来 事情完结后 如意亲自去了慎行司 两个人见面没有过多的话 海兰没有拼命解释 如意也没有责怪海兰 姐姐 走吧 就好像两人之间 从没发生过什么误会一样 关系和以前一样亲近 两人的关系就这么微妙 彼此信任 不需要任何理由 好 哦 好 好 好 来